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但是假如说这个投开的太好的话 所以以一个新人来说 可能之后发展就会有一定的压力了 因为一开始就有一个高峰了 想去超越可能会比较难 演员江苏颖在 《至我们中江市区的青春》 这部电影当中有出色的表现 而电影呢也取得了票房 口碑双赢的局面 接下来江苏颖要拍新戏了 她能否再度取得这样好的成绩呢 压力就来咯 第一部作品就有七亿的票房金账 接下来接拍 荧幕作品的话会不会很有压力 会有压力 但是只是说会瓦道化成动力 然后还觉得接合适的角色 合适的电影 自己挑大梁去演一部电影作品的话 会不会差很远 我觉得其实电影这个行业 这个票房 谁都没有能力有预估到 只是说降低它的风险性吧 有《至青春》这部电影诸遇在前 在接电影作品对江苏颖来说 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至青春》里的成功出演 让江苏颖打开了知名度 除了接到品牌代言的邀请之外 片约细约也是接踵而至 还让他有机会和演艺圈里的前辈们合作 在刚刚杀青的电视剧《一扑二组》中 江苏颖就有机会和实力派演员张嘉义演对手戏 只不过面对经验丰富的影坛前辈 身为新人的江苏颖 还是免不了有压力 之前会有觉得会担心会有压力 但是其实张嘉义老师是一个特别平易近人的一个男 一个艺术家 那他就是平时有没有觉得对你不满意的地方 还行吧 我挺努力的 好